为了台南东山的东山国中 从今年开始就需要邀请到 九位国家的外国人 跟东山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今天都好好向台湾国杂青年文化交流协会 申请一位国杂志工来组合 今天是一来的头一天 好好特别准备文兴的欢迎意识 这一年当中他将会跟我们的孩子 一起参与学生的课程 例如我们有武术还有跆拳道 在下午的时候我们的Frieda 就会跟孩子们一起来上课 还有一些社团或者是我们的弹性课 只要会结合我们东山在地 让Frieda也分享她在德国的一些文化跟特色 然后来跟我们孩子来做一些分享 嗨 I'm Frieda from Germany I live in Berlin and I came to Taiwan this year a week ago to do a voluntary service here in Dongshan Junior High School Today is my first day very excited kind of nervous also but I think everybody is really nice 这位来自第九位国杂志工叫做Frieda 今天一天早上好好安排Frieda 向全校的苏星组合介绍 并且进行简单的活动的游戏 对到Frieda来到 学生都很开心 先这次探到学校的时间 到本公室找他开港 还蛮开心的可以增进自己听力的能力 还有口说还不错 可以学到外国的地方 还有他例如说他身上的一些东西 可以知道是从哪来的 还有德国的一些文化类的 还蛮高兴的因为有一些小互动 可以让我们更知道他的国家 有一些小游戏就是 例如说他讲说他几岁 或者他从哪里来 然后我们可以回答 董山国中表示 学校的孩子不一定都有机会出国 透过这种的结果 从世界担任董山 未来学校也会跟林金的国小合作 让在地的孩子习惯 营养的使用 勇敢开水跟外国人交流 南天新闻 为第一的董山 彩虹博德 在地区里面